这对母女刚刚搬进新家 谁知晚上就发生可怕的事 她只是起床关个灯 却无意中发现三个陌生人已经闯进了她的家里 女人顿时被吓得头皮发麻 而此时三人正在往楼上走来 她赶紧跑去女儿的房间把她叫醒 可刚出门 就被蒙面男挡住了去路 她赶紧拉着女儿进了电梯 电梯缓缓下降 可他们另一个同伙早已来到了楼下 这时的女儿突然想到了二楼的密室 女人按下紧急暂停按钮 电梯缓缓上升 出来后的母女拼了命地逃跑 而歹徒们则在后面紧追不舍 好在最后一刻成功逃进了密室 辫子男瞬间上头 疯狂地打砸屋里的家具 因为他们此行的目的 正是密室里的保险箱 里面有千万巨款 而此时密室已经关闭 身为开锁专家的小黑也不能为例 这时屋里的女人看见了墙壁上的电话 可当她准备报警时 却发现电话线早已被歹徒切断 女人只好通过广播喊话歹徒 可他们要的东西就在密室里 并承诺只要让他们进屋拿到东西 几人就会立刻离开 但女人并不相信他们 眼看母女俩怎么都不肯出来 歹徒们便封死所有门窗 然后拿起大锤 准备从密室的下方砸开一个大锅 可当他们砸开底部 却发现里面还有一层厚厚的钢板 而此时的小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只见他提着管子和煤气管 拿起小锤便在墙上砸开一个口 用电钻穿过厚厚的钢板 这样就打通了连接密室的通风管道 然后塞入管子 另一端则连接着煤气管 随后打开阀门 煤气顺着管子流入通风管道 然后就到达了密室 他们要用这种方法将屋内的母女俩逼出来 因为里面的保险箱里藏着千万巨块 而屋里的两人还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此时的女人发现了异常 她爬上通风管道狠狠地吸了一口 那刺鼻的气味差点没把女人送走 很快整个密室都布满了煤气 这时女儿发现一个小管 两人呼吸着新鲜空气 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女人赶紧用胶布把管道封起来 可强大的气流根本无济于事 这时女人在箱子里找到一个打火机 一个大胆的想法由然而生 只见她用毯子包裹全身 然后打开了通风管道 把打火机伸进去 一阵爆炸过后 母女二人并没有受伤 而屋外辫子男的手臂却燃烧了起来 小黑急忙帮辫子男扑灭火焰 气急半坏的辫子男放下头花 无计可施的三人吵了起来 时间越往下拖 对他们越不利 而密室里的母女也没闲着 他们透过通风口看见对面的屋子 于是不断用手电筒求救 这时的男人看到了闪烁的灯光 母女俩抓住机会拼命呼喊 可屋外的雨声却盖过了求救手 男人以为是恶作剧就关上了窗户 就在两人以为没救之时 女人从监控中看到密室外的卧室没人 而三名歹徒都去了楼下 手机就在卧室 这是唯一的机会 可手机却不在桌子上 于是俯身发现手机就在床里 伸手去拿时却不小心打翻桌上的台灯 巨大的声响顿时引起歹徒的注意 他们疯狂地向着楼上跑去 拿到手机的女人也拼命往回跑 在千军一发之际再一次回到密室 可密室里根本没有信号 拼了命拿回的手机却不如一块板砖 这时女人突然注意到了墙上的电话 想起了当时自己没有接好这根电话线 但主线已经接好了 于是打开屋内的箱子查看 可敏锐的小黑听到了动静 打开线盒时并未发现异常 可下一秒 母女二人赶忙将电话线接上 然后拨通了报警电话 可话还没说完电话就断了 无奈的她只好打底前夫 还没等女人把话说完 电话的主线就被歹头切断了 两人顿时陷入无比的绝望中 可这时女儿的滴血糖又发 如果不及时补充糖分 女儿就会有生命危险 几人尝试了各种办法 也没能将母女俩逼出来 本来就受伤的辫子男 这时却想要退出 无论两人怎样劝说 可都无济于事 正当她准备走出房门时 这波操作把小黑吓得愣在原地 就在这时又进来一个陌生的男人 面罩男直接将他打翻在地 他们发现眼前的男人正是女人的情 两个歹徒在监控下疯狂地虐待他 以此来要挟女人打开安全门 眼看男人已经奄奄一息 害怕在出人命的小黑阻止了面罩男 而目睹这一切的母女俩吓坏了 可这时女儿的滴血糖又犯了 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然而就在这时 女人发现小黑拖着昏迷的面罩男 去了楼下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这是救女儿唯一的机会 但女人不知道的是 这正是歹徒们的阴谋 等到女人去拿药的时候 面罩男便从床上爬了起来 而被小黑拖下去的男人 正是被打晕的前夫 就在女人拿到要准备回去的时候 却发现两个歹徒已经到了密室的门口 可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他必须放手一搏 他冲进房门 与面罩男扭打在一起 小黑见状关上了安全门 女人直接将药物扔进了密室内 而面罩男的手也被夹住了 他想打开房门 但却被小黑阻止了 因为他刚刚跟女人打斗的时候 手枪不小心掉在了外面 而女人也拿着手枪瞄准了门口 这时来了两名佛波罗暗响的门铃 原来是前夫在进屋之前报了警 于是女人跟歹徒做了个交易 只要帮女儿注射药物 他就会将外面的佛波罗打他 等到小黑注射好了药物 女人也履行了沉默 在确认佛波罗离开后 小黑便开始干正事 而此时的女人也没闲着 他破坏了所有监口 关掉了所有的刀 把手枪拿给前夫 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反击 此时的小黑也顺利打开了保险箱 拿着千万台富就从密室里走不出来 可整个房子乌七马黑 几人只得小心翼翼往下走 等到他们走到一楼 前夫已经恭候多事 就在几人对峙的时候 女人扛着铁锤悄悄走不过来 小黑见状急忙跑不住 而此时的面罩男并没有死 掉下楼的他又爬了上来 受伤的前夫连开几枪都没有打中 女人一锤砸下去被推开 椅子上的前夫也被推 手枪随即掉在地上 一家三口没占到一口便宜 反而差点被反杀 好在小黑及时赶到 不然又是一场悲剧 其实小黑还是挺好的 他做事一向都很有缘 只求钱财 不想害命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善良之举 让随后而来的佛波洛抓住他 只见他绝望的跪在地上 千万巨款也随风挑散